李靖世尊阿罗汉正等正觉者 转法伦经 如是我闻 一时世尊住在波罗奈城附近 古仙人降落处的路演院 那时世尊对吴比丘如此说 朱比丘 有两种极端是出家人所不应当从事的 是哪两种呢 一种是沉迷于感官的欲乐 这是低下的 粗俗的 凡夫的 非神圣的 没有利益的行为 另一种是自我折磨的苦行 这是痛苦的 非神圣的 没有利益的行为 借着避免这两种极端 如来实践中道 此中道隐身侧见 隐身真知 通向极竟 圣智 正觉 涅槃 朱比丘 那隐身侧见 隐身真知 通向极竟 圣智 正觉 涅槃的中道是什么呢 那就是八圣道分 即 正见 正思维 正语 正业 正命 正精进 正念 正定 朱比丘 这就是隐身 测见 隐身真知 通向极竟 圣智 正觉 涅槃的中道 朱比丘 这是苦圣地 生是苦 老是苦 病是苦 死是苦 愿增会是苦 爱别离是苦 求不得也是苦 简单的说 无取运是苦 朱比丘 正是苦 及圣地 造成投生的是爱欲 他伴随着习与贪同时生起 四处追求爱乐 也就是欲爱 有爱 及非有爱 朱比丘 这就是苦 及圣地 朱比丘 正是苦灭圣地 即使此爱欲的 熄灭无余 舍弃 浅离 解脱及无拙 朱比丘 正是导致苦灭的 道圣地 那就是八圣道分 即正见 正思维 正语 正业 正命 正精进 正念 正定 朱比丘 当我思维着 此是苦圣地时 正是前所谓文之法 我的心中生起 彻见 生起真知 生起智慧 生起明智 生起光明 朱比丘 当我思维着 此苦圣地应当被了知时 正是前所谓文之法 我的心中生起彻见 生起真知 生起智慧 生起明智 生起光明 朱比丘 当我思维着 当我思维着 此苦圣地已经被了知时 正是前所谓文之法 我的心中生起彻见 生起真知 生起智慧 生起明智 生起光明 朱比丘 当我思维着 此是前所谓文之法 此是苦其圣地时 正是前所谓文之法 我的心中生起彻见 生起真知 生起智慧 生起明智 生起光明 朱比丘 当我思维着 此苦其圣地 应当被断除时 正是前所谓文之法 我的心中生起彻见 生起真知 生起智慧 生起明智 生起光明 朱比丘 当我思维着 此苦其圣地 已经被断除时 正是前所谓文之法 我的心中生起彻见 生起真知 生起智慧 生起明智 生起光明 再者 朱比丘 当我思维着 此事灭圣地时 正是前所谓文之法 我的心中生起彻见 生起真知 生起智慧 生起明智 生起光明 朱比丘 当我思维着 此灭圣地 应当被证悟时 正是前所谓文之法 我的心中生起彻见 生起真知 生起智慧 生起明智 生起光明 朱比丘 当我思维着 此灭圣地 已经被证悟时 正是前所谓文之法 我的心中生起彻见 生起真知 生起智慧 生起明智 生起光明 再者 朱比丘 当我思维着 此事导致苦灭的 道圣地 生起智慧 生起智慧 生起真知 生起智慧 生起智慧 生起明智 生起光明 朱比丘 当我思维着 此导致苦灭的 道圣地 生起真知 我的心中生起彻见 生起真知 生起智慧 生起明智 生起光明 朱比丘 当我思维着 此导致苦灭的 道圣地 已经被修行时 这是前所谓文之法 我的心中生起彻见 生起真知 生起智慧 生起明智 生起光明 朱比丘 只要我对这三转十二项 四圣地的如实之见 还不十分清净时 我就还不像 朱天 魔与犯天的世界 朱沙门与婆罗门 朱天与人的世间 宣称证悟这无上圆满证觉 然而朱比丘 一旦我对这三转十二项 四圣地的如实之见 完全清净 那时 我就像朱天 魔与犯天的世界 朱沙门与婆罗门 朱天与人的世间 宣称 正悟无上圆满证觉 之见在我的心中生起 我了知 我的解脱是不可动摇的 这是我的最后一生 我将不再有未来的投生 世尊如此说时 无比丘对世尊的话 感到欢喜与心悦 世尊开释完后 乔沉如心中生起清净无染的法眼 他见到 一切有生起本职之法 必定有灭 当世尊如此转法轮之时 地神发出叫唤 世尊在波罗奈仙人降落处的路野院 转无上法轮 这法轮转动 不是任何沙门 婆罗门 天神 魔 犯天或世间的任何能 所能阻止的 当世天王天的众天神 听到地神的教唤时 他们也发出教唤 世尊在波罗奈仙人降落处的路野院 转无上法轮 这法轮转动 不是任何沙门 婆罗门 天神 魔 犯天或世间的任何人 所能阻止的 当刀利天 夜魔天 兜率天 化乐天 他化自在天 犯重天的重天神 听到四天王天 诸天神的教唤时 他们也发出教唤 世尊在波罗奈仙人降落处的路野院 转无上法轮 这法轮转动 不是任何沙门 婆罗门 天神 魔 犯天或世间的任何人 所能阻止的 就在那个刹那 那个当下 那个瞬间 教唤之声传遍了整个梵天 一万个世界系一再的摇动 震动 颤动 并且有广大 无边 超越诸天 威神的殊胜光明 现起 于是 世尊说出了这句 有感而发的话 乔诚如确实已经明白了 乔诚如确实已经明白了 这就是乔诚如得到其名号 明白的乔诚如之由来 善来比丘 法以善说 善修饭行以灭尽一切苦 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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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修饭行以灭尽一切苦